有什么惊喜,我不能开门 来,让我试 观众老爷们好 我是莫莫继续带来八四版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的第五案 《驼贝人》改编自原著的回忆录第七篇 这次我们换种形式冒险 注意看左上角哦 军队迎来了华生与夏洛克福尔摩斯 没想到啊没想到 华生曾经是个军医 还被军队之人记住 甚至他身旁有福尔摩斯这事都能知晓 少校友好的欢迎二人 说着此事还得福尔摩斯帮忙 军团的詹姆士上校在前天夜里十点死亡了 脑部被猛击,凶器是顿器 尸体旁边有根手工的木棍 沙发上躺着他的妻子南希 询问仆人告知 夫妻二人在房内争吵过 门被关得严实 卫兵只好从窗户进入 看到了如此可怕的一幕 不过少校认为不是南希所为 因此这才来找福尔摩斯 希望能够抓到真凶 福尔摩斯追问 最近有什么异常情况吗 少校说道 曾看到他们夫妻二人争吵过 并且在和上校喝酒的时候 提到了战争背叛的时候 他总是愣住了 想丢了魂 福尔摩斯了解到了 大概 因为南希女士没有醒来 只好先去问问仆人 得知当晚八点 南希去参加慈善晚会派发衣服 再回来之时 已经是九点多了 面无血色 心烦意乱 让仆人去泡杯茶 期间上校觉得奇怪 为何今天夫人回来 没有和他打招呼 还深夜要了一杯茶 再等上校进入房内 只听到了争吵声 南希还骂着上校是个懦夫 并说到上校毁了他的一生 撕心裂肺地喊着大卫的名字 大卫 福尔摩斯有点懵 这个名字 可从来没有出现在 任何人的谈话里 福尔摩斯看了眼木棍 类似印度物件 询问仆人 可曾见过 仆人说道 从来没有见过 卫兵补充道 当时看到上校的时候 他的面目表情十分的惊恐 带着恐惧到极点的表情 并且房门的钥匙 也离奇地失踪了 福尔摩斯笃定 这是有第三人进入的 而只有可能是从落地窗进来的 出窗找寻线索 果然有第三人的脚印 痕迹十分明显 而且房间内的地板和窗帘上 有动物的脚印 这不是熟悉的动物 类似幼或者黄鼠狼之类的动物 这里的线索已经探查完毕 福尔摩斯去到慈善晚会 询问当时的情况 志愿者说道 当时他们给难民发放衣物 此时出现一位驼背男人 身着印度服饰破破烂烂的 他让南希过去看看 而当南希靠前询问是否需要照顾时 南希愣住了 脸色煞白 似乎见到了鬼一样 两人在安静的角落谈了一些时候 接着驼背人冲出了门 而再看南希 整个人失魂落魄 福尔摩斯问道 能具体地形容下男人吗 志愿者接着说道 自己看南希变成了这样 自然是去打问了驼背者 得知他是从印度回来的老兵 靠着给部队斗勒变法系维生 福尔摩斯赶去了附近的酒吧 看到了驼背人 以及他的宠物猫幼 看来是找到了镇主 福尔摩斯拦住了驼背者去路 男人丝毫不意外 福尔摩斯上门 并说道南希是无辜的 而我也没有罪 是上天杀了上校 驼背人开始说着故事 谁曾经不是风度翩翩帅小伙 而让我成为这样的人 要从一次战争开始说起 当时我和詹姆斯上校 是战友同为宗士 并且同样深深地爱着一个女人南希 但我才是被南希深深爱着的人 英俊帅气是我当时的标签 1857年印度对英国宣战 我们的团被狙击围困 必须有人冲出传递情报 我自告奋勇地接下了任务 与南希问别 詹姆斯告诉我 他知道附近有条小路 自愿指引我前去 然后我这一去 就被印度人俘虏 吊在了树上 我被疼痛弄醒 但我从印度士兵口中 听到了更痛心的话 我被詹姆斯出卖了 只是为了得到我的女孩 而詹姆斯完成了情报任务 平步青云 取走了南希 我将这种仇恨 视为活下去的动力 但这一别就是数十载了 我被当作了奴隶 过着非人的生活 只好学一些魔术混合生活 终于 攒够了钱 能够坐船回到英国 但我早已没了 复仇的念头 只想死前再看看 这片故乡的云 和摸摸故乡的土 可命运呢 让我看到了她 我只是想来拿一些衣服 然而一抬头 那个美丽的女人南希 映入了我的眼帘 她也立马认出了我 从那一刻开始 我复仇的火焰再度燃起 告知了南希真相 她被我的话震惊了 但我觉得我不该说这些 于是我就逃了出去 我又怕她想不开 跟着她来到了住所 看到她和詹姆斯上下吵闹 并动起了手 我本能地从窗户进入阻止 然而詹姆斯认出了我 以为是归来的幽灵 身子一歪 脑子磕上了壁炉 而我将南希安放在了沙发上 为了不被怀疑 拿上了钥匙 远路离开了 福尔摩斯点了点头 希望陶贝人 能够再和警方 附述一次故事 案件到此告一段路 而华生还没有明白 陷队中最后一个大卫 怎么解释 福尔摩斯吐着烟圈说道 这就是你和我的区别了 大卫是种谴责 圣经故事里 大卫王把赫梯族的乌利亚 送到了战场 最前线送死 以便有机会夺取他的女人 华生赞叹 哦 这还是我认识的福尔摩斯吗 竟然懂宗教 然而 这一集啊 说探案 更多的是一种情感故事的秒路 人性在占有余面前 容易出现一些危险的选择 而这些选择呀 会让内心不安多年 也会让被伤害的人 经历痛苦 多行不义 避自闭 这不正是上校的写照吗 我是墨墨 那我们下个故事 再一同冒险吧